手下挡了一部爆款的长相思又一次证明了杨子的实力 此剧也从某种意义上奠点了杨子的内域位置 他确实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向了顶流的宝座 而最近因为不满其新造型 导致粉丝手撕合作团队引发了剧烈探讨 其实杨子工作室发布了杨子的高定造型图片 粉丝们彻底炸开了锅 原来这是杨子的手套高定 但只是作为宣传图拍摄并不是以任何活动形式出现 总之工作室持续白烂 不怎么在乎一人死活 连来杨子身为救灵花TOP 借个高定还有小心翼翼 粉丝们一边为偶像声讨一边又倍感心酸 因为这件事网上还献下了大家对杨子颜值 作品获奖情况等一系列的探讨 有人讽刺 巧夫难为乌鸣之吹 也有人直言杨子虽然守卫暴剧 却缺乏奖项的认可 甚至还罗来了明年 白玉兰有望冲击奖杯的小花们 因此来说明 她的事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依据一堆暴剧 林提名确实一语道破玄机 而这句话只放在杨子身上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 内语的诸多女鼎流 她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到底她们应该怎么做 才能突破这相似的困局呢 一 杨子 缘和一堆暴剧 林大奖 即将过30岁生日的杨子 目前首卧的奖杯 有华顶最佳女演员奖 和金凤红奖新人奖 一个是电视剧类 一个是电影类 剩下的基本都是提名 比如百花奖最佳女配 金奖观众最喜爱女演员 以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绝奖 而事实上 杨子已经出到21年之久 且手中有不少代表作 用粉丝的话术总结就是 她证据有战长沙 过有香蜜 长相似 线偶有亲爱的热爱的 但是杨子为什么就真的没有顺利 扎到飞天 金英 八玉兰等 含金量比较高的奖项呢 实际上 这几个奖项各有侧重点 飞天奖各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 八玉兰奖则注重观赏性和艺术性 金英奖比较全面 考察的是作品的各个方面 而纵观历界 拿到过以上奖项的 基本是樱桃 严妮 孙丽 蒋文丽这种级别的女演员 作品以幸福来敲门 玉观音 闯关东 少年派 鸡毛飞上天等 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为主 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获奖时 基本上都是30岁以上的年纪了 比较年轻变得奖的 可能也就是孙丽 已出道的作品 与观音 摘得金英奖两个奖项 当时 他只有21岁 樱桃则是在自己27岁时 凭借搭错车 拿到了金英奖时候的 而同心转型的杨子 一直以狼魔著称 为何常年有作品出炉 却鲜少入围呢 粉丝们入金英 依旧比较可惜的 还是2014年的战长沙 虽然该剧评分不低 但有人认为 男主角一口台湾枪 实在零出戏 也从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作品 2016年 杨子又凭借荒乐颂 提名金英奖 观众喜爱的 女演员奖 和白月兰奖 最佳女配角奖 最终却惜败 漂亮的李慧珍的 迪丽热巴 和好先生的关小彤 那之后 他成功转型 并因在国武剧中的精彩表现 一奖迈入流量的大门 商业价值几句上涨 还小好拿出的 天机香蜜 反响都很不俗 也凭借后者 被提名华顶奖 中国古装题材 电视剧 最佳女演员奖 但又败给了 演习攻略的吴景妍 此年杨子 终于因为 亲爱的热爱的 摘到了华顶奖 中国当代题材 电视剧 最佳女演员奖 证明了自己 同一年 他也因为电影烈火英雄 被提名白花奖 最佳女配角奖 眼见的 一切有了起色 不过 一转身 杨子又回到了 自己比较舒适的圈子里 主演了女心理师 与生情都直教 沉香如谢等偶像剧 剧确实都很爆 但在奖项上 颗粒无收 包括今年大火的长相思 可能是同样的结果 因为受贴菜影响 结果可能也在意料之中 不过 陷入类似于 杨子一样困倦的 女顶流不在少数 大多情况下 他们都在为转型发愁 二 女顶流们 缘和在奖项上露切 比杨子还大几岁的 八五花头部艺人杨幂 有着同样的困惑 尽管无论是流量 人气还是作品 他都能做到实打实的一流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其在专业领域的奖项 几乎为零 十一年前 他虽然凭借公诉新语 同时拿到了 精英奖和白玉兰奖 但都是网络投票人气奖 和最佳年员 获得者宋家 悬崖 陈述 铁梨花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之后的杨幂 同样以超高的人气 保持着热度 作品看似都是暴剧 却嫌少获奖 哪怕如今已经37岁了 杨幂还在演 《胡耀小红娘月红篇》 这种古偶剧 不过 他同时也出演了 张力制造的 悬疑年代剧 哈尔滨1944 但具体能达到什么水平 还得看作品 和杨幂同期出色的刘依飞 同样在电视剧奖项方面 没有太多收获 尽管天仙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大萤幕上深耕 但近些年重回电视剧市场 却基本都是以入围的形式上场 但均失望而归 去年 刘依飞以《梦花录》中 赵帕尔一决 获得第13届 澳门国际电视节 最佳女主角奖 碾压孙丽 白百合 樱桃等是立派 如今他在拍的新剧《玫瑰故事》 同样走马里苏偶像路线 基本也谈不上转型 和杨幂差不多 同样都曾是电影咖的白百合 经历了事业的重大风雨之后 强势回归了 接连拍了不少电视剧作品 不论无论是《我们的婚姻》 《欢迎光临》 还是目前热播的《娇阳伴我》 水花多访红没有之前大了 曾经的天降子卫星景田 同样尴尬 他出道多年 早期却总也不红 直到2017年 他下凡拍摄了《大唐荣耀》 一炮而红 彻底翻身 这之后 景田又拿出了好评无数的思藤 成功转型为大女主 但是同样的 空有热度和流量 却似乎没有获得主流奖项的认可 如今的景田已经35岁了 却依旧在热播的古装剧 卓出风流中 演20岁的女主角 穆卓华 除此之外 杨颖 刘诗世 唐嫣 宋茜 宋毅等热门的女性 基本都处于各类奖项 空白的处境 但是类似的靠顶流起家的 诸多女明星们 当然也有不走寻常路的 而且无论是转型 还是拿奖方面 都可圈可点 三 或许应该学学 不设限的她 霸武化中 目前在转型做的最多尝试的 肯定是赵领 尤其是这两年 她的发展方向 明显的多远了起来 不再执着于拍摄S级国偶剧 而是接连拿出了三部 风格不同的现代剧 无论是农村剧 幸福到万家 悬疑剧 谁是凶手 和时代剧 风吹半下 反响都不错 尤其是风吹半下 和幸福到万家 还使得赵领 获得了白玉兰奖 和央视第一届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练语员奖的提名 而在这之前 她已经凭借知否 成功摘得了 金银奖观众喜爱的练语员了 同时也被提名 多个有含金量的奖项 不仅如此 张力还靠着楚桥传 花千古 老九门 加油吧实习生等作品 在白玉兰 华顶奖等奖项上 颇有收获 除了她之外 同为八五花的童谣 近两年的势头也很猛 自从2019年开始 她凭借大江大和 三十而已 成功 连续两次 摘得了白玉兰奖项 一次是女配角 另一次是女主角奖 风光无限 去年同样有新居 和叛逆者出炉 虽然都是提名 却也因此证明了实力 尽管齐串的作品 基本上各类的都有涉猎 且走的也并非是流量路线 所以杨子的实力是肯定的 但还需要继续加油 大家觉得呢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